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这个频道是身为Art 频道是艺术台频道 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 艺术美术这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摄影棚 首先在我们右边这位是吴琼华教授 他最近在洛杉矶有一个展览 他是以槟荡西式为话题 基本上他已经奋斗了14年 所以这里面相当深厚的文化的层次在这边 等一下我们好好请教他 另外一位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他了 满身艺术气质 艺术家 美术家的形态的刘老师 他本身在Pomona他有一个Axt Museum 目前也在展览吴教授的画作 今天谢谢你们两位抽时间来到我们节目 首先我想两位专家难得来一次 然后我想来请教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洛杉矶目前的美术这方面的活动 因为很多桥民很多事情都待在家里 甚至很少人到洛杉矶人到Museum去 我们在洛杉矶Museum是非常好非常多的 但是我发现我问很多桥民 他们就很少到Downtown去的Museum去看 这个习惯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电视台开播 我们要把这消息传出去 以后有什么展览 请刘老师多多介绍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 洛杉矶现在的艺术活动 美术就是只是美术画画这一类的活动 到底要在哪里看到 或什么样的兴盛 还是说每个地方都有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在洛杉矶这个地方 最主要的就是LA County Museum LA County Museum展的东西 大部分就是说比较从古到中的 那现代的有cover一些 但最近它成立一个叫做 就是KB Housing 这很大的财团 它现在在LA County Museum成立一个 像奥赛美术馆这样一个东西 花了几亿美金 那现在展的都是最现代的艺术 所以你对中还有保守的 还有classic的艺术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看 但现在最现代的 你也可以在LA County Museum看到 当然像春上龙上次在现代美术馆 现代美术馆 现代美术馆当然长得是比较现代 这是在那个小东京那边 这都是值得去看的一个地方 那你假如要到那个画廊 画廊看就是我推荐 就是在Santa Monica那边 有一个叫做Bergamo Station 原来以前是一个汽车的终点站 现在已经废弃了 但是它现在变成一个全部的画廊区 是展的都蛮高级的 那个艺术家 现代艺术家的作品 什么叫高级 所谓高级就是说 不是一定叫高级 就是说知名度比较高 然后比较有成就的 然后或者是说现代比较受接受的 也就是说这些艺术作品 所以有兴趣可以到那边去看 是在2525 Michigan Avenue 在Santa Monica 这个是这个地方 那另外呢你在 就是说Cover City 它有artwork 要去查才知道上网查 Cover City Artwork 每一个礼拜有一次 那现在的downtown area 每一个第二个礼拜的礼拜四 晚上也有一个叫artwork artwork的话就是 每一家画廊呢 平常开到五点 在这一天的话 它都会开到九点 甚至有bus 接送到每一个地方去 那另外我们在Promona这边的话 是每一个 第二个礼拜六 晚上呢也是开到九点 我现在的X现代美术馆呢 也会参加他们 就是每个第二个礼拜六 每个第二个礼拜六 欢迎你们来参观 我有一次到中国城 就是China Town 洛杉矶当的China Town 突然走到一个巷子里面 发现那里面都是画廊 人都是满满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活动 很像相当的多 现在的艺术活动蛮频繁的 你像刚才提那个地方 将来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重要 就是在Downtown那边 因为文化 它有蛮早的文化 特别是我们China Town那边的文化 那现在很多艺术家画廊 都进驻到那个地方去 跟Downtown area一样 Downtown area 本来晚上你不敢去的地方 对 现在就City跟这些社会人士 就慢慢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才有刚刚提的 就是说每第二个礼拜四 它有一个画廊的全部开放 柄檀西施的一种装置的 一种美术方面的提升 提升到这种艺术层次的一个画作 那吴教授 是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这边展览 听说你在西班牙也有展览 对西班牙是同一个时间 12月提早一天 对那我选择这个时间到洛杉矶来 那你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您在做这个画作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动机 会去想画这个现象出来 好 因为其实我原来的系列创作 大概有六七个系列创作 那这个台湾必然西施系列的前身 我是在做台湾玻璃帷幕世界系列的创作 对那因为玻璃帷幕是大楼的格子状的可穿透性的 是透明性的 这样的一个延伸 我就看到马路边的檳榔滩 也是一个格子状的可穿透性的 这样的就开始 可是它多的人 多的像漂亮的妹妹 进进出出的在做地仪给的工作 买与卖这样的一个在进行中 有身体的一个切入 有一个行为的 又有装置的形态在马路边出现 所以呢 我原来这个 台湾冰藏西施系列 只是玻璃帷幕世界系列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后来呢 因为这个量越来越大 它就变成 我就把它给独立出来 那独立出来以后 就一直发展到现在 所以我前面的几个系列就暂停 是 好像冰藏西施系列比较有趣 我把欣赏冰藏西施还有温度上的差异 是 是有 是 没有错 夏天看的话 是热海青春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吃过槟榔 各位观众朋友 有关于这个槟榔西施文化 这是怎么起研 怎么样化作 在我们刘白馆长的一个 他个人的特别一个节目 在我们LATV Art这个节目 他有详尽跟吴老师他的对谈 非常精彩 那我现在请教一下 很简单一分钟 你可以不记得 你为什么想要来推广我们台湾 属于台湾本土真正的文化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因为我当了这个三十几年的艺术家 你要去发展你自己的东西 到他们的主流社会相当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你就是有很多艺术家 他语言上有问题 第二个他说他们不了解你们的东西 所以我当了这个X现代美术馆的馆长 我就是有一个目标 我想说来推广台湾的东西 那特别像这个槟榔西施这种系列呢 是属于台湾特有的 那一般以前会被人家当做色情来处理 或者是说黑道或者暴力 但是我跟吴教授探讨之后才知道说 事实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性主义的一个主题 因为我们现在艺术已经牵连到去说关心社会问题 关心政治议题 所以这个主题是很好 拿来在这个美国社会来给他们了解 也知道说我们台湾的心理性 他们是怎么样过来的 事实上台湾也有跟过去的传统的艺术创作不同的地方 对 过去的艺术家 艺术的创作 他可能是做一种比较就是人稳的 是跟社会完全不用去互动的 做他喜欢的 比较脱节一点 对比较喜欢的主题 这纯艺术 可是渐渐的当代艺术里面 他必须走入人群 走入观众 走入社会去关怀 这非常好 对 现代艺术就是等于我们的艺术 我们切身有关的艺术 所以不管是新三社也好 总是他就是那么样的活生生的 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我们是贴近的 所以藏民文化呢 事实上在这几年 它变成一个 我们过去讲的 其实下面一个主流 对 没有错 了解 各位相信各位朋友 除了艺术家展览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 如何培养 我们在美国的 这边的小孩子们 从小就对美术 对音乐各方面的 一种兴趣跟人知 变成他人生的最好的嗜好 下面我们就要请教两位专家 学习这方面的问题 马上回来